竹人常見的馬告 刺蔥 或是部落種植的有機香草 其實他們用途相當廣泛 台北市園民會25號辦理園民市集 以香料為主題 販售園民美食跟農產 我有結合我們部落的馬告 刺蔥 然後拿來做成司康點心 然後還有一些用像部落的小米 做成小米麻糬 就是多一個推廣的機會 然後活動也有一些表演 所以也有其他一些人潮 我覺得可以多舉辦 像這樣子的活動還不錯 我們是從堅持香納羅來的 然後納羅他主要都是在種植 很多各種香草 現場還有乾洗手跟純露 那乾洗手是特別是為了 今年那個疫情 我們研發的新產品這樣 目前是還好 不過就是可以看到 各種不同的單位還蠻開心的 北市園民會表示 上半年受到疫情影響 許多活動都延期甚至停辦 趁著疫情趨緩之際 在下半年度已經安排系列 產業推廣活動 要迎接後疫情生活 我們今年上半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都延到下半年 所以今年從七月開始 每個月我們大概是都會有不同主題的 一些產業連結活動 那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說連結 圓巷一些香料 讓台北市的都會區市民 能夠多了解圓民的一些食材 北市圓民會也歡迎民眾 在市集使用振興三倍券消費 另外也規劃表演跟遊戲活動 要吸引民眾走進圓民市集 原始新聞 阿拉斯一故台北市採訪報導 哇 唯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